引干了 接着就OK了 第三个 因本期门同一个局有不同的时空电发都不同的 我们看时间生旺 如果时间不旺 电这件事就不好了 如果时间旺 电这件事就OK了 还有一个是时间功生黑 电讲了很多次都是生黑的问题 所以大家熟悉的时间功 将天干的时间背熟 地资的五行背熟 因本期门是不难的 加上用一些比较好的个案来分析 是不难的 因本期门的极空电发不同的事情 有不同的解法 并非全部都是极或者是空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案例了 幽门不是等于现在没什么做 也可以说什么 在休闲之中去赚钱 现在很多人都通过休闲之中去赚钱 例如建立一些品牌效应 不知不觉就去赚钱 就不一定说真真正正表示真是没什么做 那京门呢 不一定是代表受京 京门不是说我又疑到有什么问题 又可以利用京门来一名京人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用得比较多 就是一名京人 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伟大的理想 在哪些时间内 还有一个双门也是 只要你把对方拥在双门里坐 你们用那个时空来入局 然后他就会听你说 例如你叫他买房地产 假如他有钱财的话 他都会听你说的 大家记得 所以双门是非常之用的 在奇门当下 一本时加奇门 其实我们不需要掌握 所有一切的门 我们掌握几个门 对我们自己的业务就可以了 不需要全部掌握 大家要记得 当然你全部掌握会比较好 所以当然你全部掌握就会比较好 好像这个双门 邱门 或者盗门 小孩为什么读书不到呢 好像我尝试帮一个小孩做一个个案 大家知道读书是什么门 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我 盗门 盗门 他就放了很多那些什么 那些公仔 玩具 他刚刚就在那个盗门的位置 那我跟他说 你把这些公仔玩具 拿个袋塞好他 把他扔到死门那里 代表他没有生气 那个小孩就过了一两个月 学习就好很多了 就是会自己完成作业 自己去做完作业 或者自己会慢慢的 很公正的写字 那老师就说 这个小孩都有些进步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利用一些门 来帮我们做一些理想的事 做一些事业 或者帮别人达成一种愿望 那这个就是我们 因本世家旗门的一种 一种体系 一种思想 也可以说是他的核心 利用门 利用门和神 星等等 但是警门算不算读书 警门是算出名一些 有些人说 为什么这个人出不了名 为什么这个人 整天都出不了名 人家找一百万 我只是找这么多钱的 就是警门出了问题 大家回去看看 你看家里的风水 警门的地方 有没有放一些 一些比较休闲的东西 或者有些什么东西 那你就回去 还有警门那方面 有没有乱 有没有放一些比较乱的东西 如果放了一个 把他招回正 那你可能出名方面 就会比较快 还充分一些策划 这个警门 那我们稍后会和大家说 这个警门的心法 每一个门都有每一个用法 陰静羊动 那陰静羊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陰是安静的羊动 我们都知道 冒就是属于羊 己属于羊 庚属羊 身属于羊 我们就要把它背熟了 乱无忌更生淫贵 那警门对话其实就不是很难学 我们只要把阴静羊动 来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阵法 因为我们公开班讲阵法 就是将阴的地方将它吹黄 阳的地方是什么 将它吹于安静 刚刚好倒转阴阳 那这个财就很快会离财的了 这个就是吹财的密欠 吹事业的密欠 将阴的什么 搞动它 将阴的什么 平衡它 不要让它动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追寻密欠了 好了 能量守行 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都要平衡 不要过高 也不要过低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当我们看那个盘色的时候 有一个阴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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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阴 很乱的时候 阴阳滚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马上奠定它 我说你的计划很乱 没有什么头税 我们就马上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盘色 这个盘色首先 这个桂水也不是很乱 这个是什么 阴气会比较重 因为它那个桂水代表着阴的 比较阴的话 我们吹黄它 坐在那里 动动 动吹黄它 马上就为我们所用了 立即就为我们所用了 大家看到了 立即就为我们所用了 坐的位置 和我们打麻将的时候 打牌的时候 就动动它 就是为我们所用了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我们就解释了 我们就通过案例 那我们再通过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就是 这个案例我们稍后再讲一下 有些新同学 可能就没学过 我稍后会和大家讲 物逆必反 那如果是一个局 一个盘 是阳气很足的话 假如这个桂 换成两个淫水的话 这个工位 又有一些东西来生旺 那我们就要选 第二个工位 因为它太旺 物极必反 太旺的时候 赚钱又要什么 又要快 如果不是的话 慢的时候 水退了之后 你变得 赚钱就难一点 我们要注意 物极必反了 那我们利用那个局的时候 如果我们利用一个 如果我们换句话来说 那我们用这个局来招财 你用淫水来招财 你用淫水来招财 这个不讲淫水 是讲两个羹 两个羹是属于很硬的局 很强硬的局 那这个局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核工呢 就是要 要讲到我们 核心 就是有核心的力量 是很强才行 那我们就 招财的时候 我们就要快了 我们就要快了 就不要说太慢了 因为它羊水的力量很大 是吧 而且有一个天充星 有一个霜门 那要快要慢呢 刚刚好就不要那么快了 因为它为什么 它羊气非常之足 是吧 羊气非常之足 是吧 羊气非常之足 那我们就要慢了 而且它如果是 在每日招财的时候 你遇到一个甲子墓 甲子墓是什么呢 都是身旺这个工位 证明它什么 能量太强了 所以我们就要什么 要有一个守之待徒 守之待徒 就是说要守着在那里 要守着在那里 那好了 既然守着在那里 那间公司不会倒闭 不要紧 我们看回它 这个路下工是三工 那看公司又怎么看呢 这个第三工的话 我们看转盘了 由于现在是 现在是转盘的话 我们就看三和四个关系 四个关系 那间公司不会那么快走 不会那么快倒闭 有一个新 因为为什么呢 它两个都是金 不会那么快倒闭 不会那么快倒闭 因为它一个盗门也好 它不会那么快倒闭 只不过是资金方面 没有那么多给你 我们就看它 就是三 一转转到四工去看 转到四工去看 因为公司它不会随着 你的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它大部分的位置 都是放在那里 大家要注意 那如果看它的年 有没有问题呢 比如看2020年 2020年 我们就看那个 砍工的落工 砍工的落工 是庚子 庚的落工 是吗 就是子的落工 子炒人貌神子 没有失有害 看它的子的落工 直接看地盘的地资的落工 就可以了 是吗 那我们就看 那这家公司有没有问题 这家公司 就羹和木了 榴莲来生亡它 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有榴莲来生亡它 榴莲是有两个木 来生亡它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它给钱 会不会给的那么好呢 很简单 看那个庚子 金生水 生亡了榴莲 它给钱没那么好 没那么好 但是它不会倒拜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木 来生亡它那个天网 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对公双冲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双冲 刚才你找那个庚子 来招财 但是它有个商门 我们有什么要避忌 商门的话没问题 商门是什么 你可以把那些客人推去那里 推去那里 那里就作为你的招财对象 例如你找一些合作的人 这个你说做生意 就找一些售卖师傅 推去那里 对呀做商意更容易 但是如果一般人 一般人不是做生意的 打工的 那你商门推去哪里 打工啊 打工的话 你就可以用商门来 商门来 用那个 生旺法来 催旺你 先把那个商门 商门就 门 就是出现那个门 你把那个商门 收了它 接着就 商门是属木的 属木 接着就 木生 木生 火 火生 土 土再生回来 就是先蝎土生 是的 没错 先把那些 蝎了个商门 有些少少火力量的东西 例如火山石 放三块火山石 三块火山石 好了 那商门就变成了 生亡了火山石 因为火山石大部分是火的信息 还有就是土的信息 土直接生亡你 就是这样 但是生亡的时候 你要注意 不要放太黄 不要放六块 六块是最高的生亡法 不要放六块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本身的羹是非常强的 你生亡不需要太强 所以就放三块 两块都可以 马上就可以了 老师 请问火山石在哪里买 上网买也可以 或者我们帮你订阅也可以 如果你说我没有火山石 那你就拿一块炭 就是打火锅那些炭 都可以 烧熊了它 放一阵 然后再放下去 OK 没问题 老师 我们香港那些花光石 算不算火山石 你到时候拍张照片 我看不到 周地都是香港那些 我不知道 你拍张照片我看一下 那如果你说 我找不到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你可以自己人工 炸一炸出来 你用一些香火 用香火 拿一些灰 拿个袋 立着灰 放在那里不能 即属于火山岩出来的石 就叫火山石 是吧 是的 没错了 没错了 那不需要你的新 旧火山石 即新火山石 旧火山石 要不要理它 不用理它 新火山石 要去印尼找 旧火山 在香港周地 夏威夷 夏威夷 找最好 夏威夷的火山石最好 夏威夷的火山石最好 夏威夷 你记得那些海的沙 不可以拿 它是受到咒语的 有很多人拿了夏威夷 那些海滩的沙 回来就出问题 沙是不可以拿 是的 周围的沙 夏威夷所有的海沙都不可以拿 拿出来就出问题 以前试过一个人 就在夏威夷拿了海沙回来 我们快点把它寄走 那些是不可以拿的 接着就和它处理了 处理了就没什么事发生 它说晚上经常都看到有些幻觉 有些什么影过来 它说建了奇门馆就可以看到 另外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可以拿些檀香粉 拿些檀香粉把它烧成灰 然后拿些灰 放在袋子里放着都可以 好的 阴阳伤生 我们知道阴 阴阳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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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水晶也属于火山石 水晶 不是属于火山石 它属于人工 水晶就是天然水晶 水晶如果是真正的 是属于石头 不是属于石头 它是火山出来的 是火山出来的吗 这个不知道是没有研究 你用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 不一定用水晶 如果它是用火 用一些高温来处理 都是属于火 陰生羊 这也是属于生长的东西 如果是 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有两个羊 它是不会长的 每羊是不会生的 大家记得 比如那两个淫水 它不会生长任何东西 大家记得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调整风水的时候 没有用满格 用满格 很难就会生得到 很难生得到 化质会变 化的时候会变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如果用一些木 再加一些火的元素 和一些土的元素 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木就会生火 变成土 变成其他一种元素 就旺回我们这种元素 就记得 不知道是不是打错了 因为它译翻繁体字 不知道是不是出现很多问题 我到时候再看看 再回覆给大家 好吧 这个大家就 其实我们就知道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译翻繁体字 那奇门对家 我们就知道 他把心法 可以把易经的电挂的方法 放到奇门那里 初学者就 如果没有学过易经的挂像 或者初学者就不要用了 因为挂有阴阳 挂有阴阳 如果挂的阴阳多变 就代表资料会乱了 那这个盘的话 有一个是桂水 又有一个是叮火 又有一个是 天冲星 然后有一个是 死门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 烟 又是烟 然后我们一看这个盘 就证明它知道有什么混亂 可能你公司里很乱 公司会出现很乱 很乱的状态 因为阴阳方面 和它的变化太大了 你要注意一下 老板对你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我们就马上知道了 一个盘式就马上知道了 马上知道了 如果只有一只羊 其人自管自己 不会理会别人所说的 同样这个羹 我们看看这个羹 这个羹就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羹只有一只羊 一个羊 这个人就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因为羹是最硬的 但是羹是最硬的 但是如果它真的这个时间 改改它 变成一个是 冒淫时 冒淫时的话 有一个冒土来生亡的羹 证明它很硬很硬 这个人很硬 很难和它合作 很难和它合作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找它一个软弱的地方 来接近它 如果是冒淫时来生亡它的话 我们找它一个什么 羹最怕什么呢 最怕水来射它 我们就要找它淫的方位来入手 我们要跟它谈谈什么 公司是怎样发展的 它个人怎样发展的 画得权力的 因为它这个振弓 代表什么权力 它又会有兴趣 你想不想出名 想不想成名 好啊 你讲讲 你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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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对我自己的心水的话 我们就会听了 大家就要注意 大家就要注意 紫有阴 它的人就不能够变通了 所以我们就要做什么 那双冲呢 那一问病就会凶了 问事将会费力了 费力了 那其实这个呢 这个呢 在奇门邓格里面呢 用得很难就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们都是看 那个木和金有没有伤黑 伤黑会用得比较多一点 伤黑的话会用得比较多一点 伤和呢 刚才说了 就是希望呢 就有人帮了 欺弱就没有人帮了 就看它的时间了 例如水旺的时间了 那就是自然的贵人了 如果水旺的时间呢 它两个同类呢 就会被互相排斥 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个就要注意 这个就要注意 那记不记得呢 就可以千四处的 年日时呢 就为四处了 那年呢 就只作留年了 那如果大家对那个 算命方面呢 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呢 那同学呢 就不要用了 不要用了 因为为什么要用出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出现 有些问题 老师啊 休息三分钟 好吗 好啊 好啊 我拍电脑 一会儿出事 好啊 好啊 休息三分钟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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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